哈喽,大家好,我是农民营养师,刘洋生 说起红薯,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在农村随处可见,家家都有 这些年,城里人见到他就抢着嘛 可在农村,农民却不喜欢吃 这是为什么呢?别走开 我们今天来说说这红薯 红薯在本草钢固上,李时珍是这样描述它的 白薯,也就是红薯,蒸、青、赛、收、充足粮食,称为薯羊 使人长寿,所以在很多地方也称为长寿食品 朋友们,你们称它是什么呢? 红薯的书面语言叫白薯,别名呢是相当的多样 有叫甘薯、甘薯、猪薯、金薯 红山药 地瓜 红勺 郁枕薯 山芋等等 还有很多不知道朋友呢 你的家乡叫它什么名字呢 提起红薯啊 相信好多人都知道 上到八九十岁的老奶奶 下到几岁的小孩子 老人们都记得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红薯不知道啊 救了多少人的命 小孩都记得 城里的叔叔烤红薯 那是好吃的很啊 但要问你 红薯有哪些营养 它对我们生活有哪些价值 恐怕就没有几个人 能说得全的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 富含蛋白质脂肪 多糖 磷 钙 葡萄物素 维生素A 维生素C 维生素E 维生素B 维生素B2 和多种氨基酸 比起人们平时吃的 大米 葡萄等食物啊 有着更加全面的营养价值 所以在平时生活中 可以尝吃一些红薯 来补充营养 红薯呢 同时还是一个 非常健康的质物食品 虽然它含有 丰富的营养 可不同于其他食物的是 它本身 所含的脂肪非常少 脂肪仅占红薯的 0.2% 是民放棋士的减肥价品 而红薯还十分顶宝 它所含的大量 不饱和脂肪酸和纤维素 能润肠通便 同时啊 又能避免人出现肌肉感 所以啊 它也是可以作为主食 在不想吃饭的时候 吃上几块红薯 记忆填饱了肚子 又能够达到养生效果 这种效果是不是很令人心动呢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养生也越来越重视 成年人的健康意识 要比农村人高一些 虽然红薯在城里很受关影 在农村几毛钱一斤的红薯 在城里就会翻上好几倍 如果啊 再把它加工成烤红薯 或者是炸薯条 那就更高了 朋友们 养生的东西啊 就在我们身边 就是看你知不知道它的作用 你还知道它还有哪些养生作用 可以把你的经验呢 写在评论区 让更多的人来学习 关注评论 转发收藏点赞 长按点赞 由我 想办 具体的应用啊 青春当地专业人士指导应用 我是农民营养士 聊养生 大家可以关注我了解更多的养生知识 记得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